要挂上郭家军这三个字 郭台铭先生其实是很珍惜这个招牌的 所以他希望一切都能够省省一点 我们再迟不再量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退出2020年总统大选联署 然而这块政坛他并未退出 他转战立法院战场 要将郭家军送进立院 周日郭台铭将在高雄举办第二场感恩之旅 外界都关心是否会在高雄推出郭家军立委候选人 郭伴幕僚蔡沁予周四回应 网罗人才重植不重量 由于郭先生在企业界还有这个科技界 甚至于现在他在涉足政治之后 在政坛有不少好朋友 那这些好朋友都会陆续的来推荐我们蛮优秀的人才 所以在提名生意小组就会针对这些人才 一一去过滤 所以他希望一切都能够省深一点 我们再值不再量 郭粉还开了黑锅名单 声称要用选票将这些篮尾下架 蔡靖瑜则说这是粉丝的自发性行为 这份黑锅名单其实我们并不清楚 但原则上这算是粉丝的自发性行为 我们这边阵营的想法就是不干涉 但是也尊重 至于郭台铭的七十大寿 幕僚会怎么庆祝呢 蔡靖瑜透露早上就在郭家赶工了 希望今年热闹一下 那我们自己有设计一些节目桥段 也会录影来帮他祝他生日快乐 同时我们也自己去买了一个大蛋糕 预计20日就要在高雄举办第二场感恩之旅 郭台铭的一举一动备受关注 你干嘛 你升级一会员不敢听到你等什么了哦 敲敲键盘登入升级一会员